軟巢黃體破裂是不是真的很危險 如果要避開預防軟巢黃體破裂的話 要挑損在什麼時間呢 我跟你們說 女生在月經的週期會有一個階段是黃體期 這個男生也可以聽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是做完之後不知道嘛 然後女生突然肚子很痛很痛很痛 這種痛 黃體破裂的痛是會去急診的 會需要去急診的 通常呢 這個是月經紅 這月經來嘛 月經來大概是三到七天不一定啦 每一個人不一定 好月經來了之後呢 她後面有一段時間 她會開始因為 荷爾蒙的刺激 因為女性荷爾蒙的刺激 女性荷爾蒙的刺激 大概八到十天的時候 然後那個 軟巢 這是子宮 這是軟巢 軟巢的軟炮呢 會開始發育 軟炮會發育 好 那在這個發育的時候呢 當軟炮發育成熟了 她就會排卵了 然後她就會排卵 排卵 所謂就是排卵期 那在排卵的這個時候呢 在排卵的這個時候呢 接下來 就會出現黃體素 逐漸 黃體素逐漸增加 然後 女性荷爾蒙 逐漸降低的一個時期 那這個時期呢 是維持那個時候的 子宮內膜的厚度 因為排卵了嘛 排卵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會告訴 我們身體就會說 排卵了 基本上要 要有寶寶來了 所以她就會在子宮裡面 鋪好棉被啊 鋪什麼什麼 準備好 要迎接未來的那個受精卵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子宮內膜就會開始慢慢的 其實在排卵之後啦 那子宮內膜就會慢慢的 就是一直有嘛 那她會維持子宮內膜的厚度 那在子宮內膜的厚度呢 好到這邊來 黃體素增加 女性荷爾蒙下降 那再來到這邊呢 當女性荷爾蒙 更下降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 子宮內膜剝弱的時候 因為發現 诶 沒有受精卵耶 那她就可以把 她每個月鋪好的床再弄掉了 子宮內膜剝弱 剝弱 好 子宮內膜剝弱呢 她就叫做 月經 所以女生的月經是這樣子 子宮內膜剝弱耶 月經來了 這個時候女性荷爾蒙是比較低的 那在月經來完之後呢 卵巢的卵泡就要準備開始 第二個月的排卵 那這邊的卵泡就會隨著荷爾蒙一樣 刺激 然後 然後 裡面有好幾顆 那最中 只會有一顆 跑出來 那跑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荷爾蒙 這會有黃體素 那其實呢 在 在這個是黃體退化變黃體素的時候呢 這個黃體素增加是黃體退化 因為在這邊排卵的過程當中 黃體會慢慢的變大 那變大就黃體退化成黃體素 那就是黃體素增加 那個女性荷爾蒙增少 好那剛剛講了 就是在這段時間 排卵這段時間 會有黃體 就是黃體本來小小 它變得比較大 那後來 欸發現 沒有耶 沒有 沒有金子來耶 那開始退化 所以 要怎麼樣預防呢 那就是在排卵期 盡量不要做愛 就是在排卵期 你盡量不要做愛 因為在排卵期的時候 因為在排卵期的時候 黃體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用衝 你又 你又衝撞的話 黃體就很容易破裂 黃體破裂通常做完愛 它會肚子非常的痛